在洛杉东区有非常多华裔学生的罗兰联合学区 即将在今年11月举行教委选举 在罗兰岗定居13年的资深华裔舞蹈老师马淑芬 今天宣布他将出马竞选当地的学区教委扩大服务范围 在洛杉东区的民选官员以及社区领袖的支持下 资深舞蹈老师马淑芬今天宣布 经过慎重的考虑他将出马脚逐 在11月举行的罗兰联合学区教委一职 希望能将他30年在武道教育的心得延伸到学区中 有三个大方针品德教育跟创新是我最要求的 那品德方面当然是就是说孩子的品德培养 这是很重要的那在品德这方面 我比较注重的就是所谓的英才师教 马淑芬定居在罗兰岗13年 三个孩子都在罗兰学区接受教育 因此他对罗兰学区的课程安排也相当熟悉 马淑芬说如果他当选 还希望能够在学区提倡IB课程 可能不少的华裔居民也都知道 就是IB课程那是比AP再advanced一点的 我也希望我们在罗兰学区呢 能够提出也提倡这个IB课程 马淑芬现任五印舞蹈中心 即五印制作艺术总监 舞蹈教学经验 从台湾延伸到美国 40多岁已经是逃离满天下 他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曾经考进迪士尼 在舞台上扮演花木兰 他表示自己的强项不只有舞蹈教育 也擅长处理会计方面的问题 所以未来也将仔细研究 学区经费的分配 罗兰联合学区的华裔学生相当多 目前五位教委中有两位是华人 他们分别是陈正智以及聂曼利 11月的选举将改选三席 目前在华人候选人方面 除了马淑芬之外 陈正智也已经宣布竞选连任 18台新闻 黄明仪 张义睿 罗兰刚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